哈喽大家欢迎回来UPZOT的频道 在你们面前呢是猫头云2021年最新款的产品 RIDX系列的U12S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廉价版的U12S 这个相比于那个老款的U12S最大的不同呢 就在于这个外观 明显的改为灰色的色调 不再是那种巧克力的配色 OK我们一个一个一个来看 这个是主包装 一个说明书 保住卡 OK 还有一个应该是怎么说呢 我忘了这个叫什么名字 便利贴吧对便利贴 接下来还是一样的 接下来这个包装有点意外 以至于我第一次拿出来的时候 发生了点意外 至于是什么意外你们待会就知道了 你可以发现这个阻力还是很大的对吧 那 刚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是卡在这个盒子里面的 就是我一拿出来的时候 它还在这里 然后呢我再拿高一点的时候 它直接掉下来砸到桌子上了 然后呢把这里 这个鳍片摔变形了 然后这个盒子也掉开了 然后这个硅子呢也砸到桌子上了 你可以看到已经有一部分的硅子 已经不成样了 它的包装和以前的U12S是不一样的 以前U12S呢是 散热器放在一个纸盒里面 凸住的 这次是直接盖住的 所以你们买这个 如果你们要买这个散热器的话 小心一点 拿起来的时候小心一点 接下来这里就是配件盒了 然后接下来你们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先把这个翻一遍 哇真的很心疼 这个散热器是大表哥寄给我的 然后刚拿起来的 第一次拿起来就甩变形了 我还得用手把它给摆回来 下面也是这个硅子 好的我们散热器的话 待会再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配件盒 首先呢是这个 这里还多了一个 多配了一个风扇 这个可以当塔双风扇的设计 这也是非常厚的胶垫 这个胶垫是给第二个风扇用的 因为这个地方 后面第二个风扇 这里要厚一点 稍微厚一点才行 之前的老款U12S都是这样 然后呢同样的还有几根线 这个是什么线我看看 二分之一的外形线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剪罩的 它配了两条一模一样的剪罩的 扣具 这款风扇的型号呢是P12 然后最高1700状 那么呢这款风扇呈了灰色的风格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扇衣这边 这样你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有些缺口 设计挺独特的 接下来是这个配件盒 东西还挺多的 没了 OK 背板螺丝螺丝一些扣具 还有说明书 教你怎么弄 这样的话你们就看得更清楚了 熟悉的猫头鹰的味道 我已经很久没有用猫头鹰了 这款散热器的话你可以看到是四热管 之前的牢狂的U12S是五热管的 如果这里没有预图硅脂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里是镜面底座的回流汉工艺 值得一提的是呢 你们装散热器前了 先把这个散热器装在主板上 然后装在CPU上面 然后呢锁起来 锁起来之后呢 再扣这个风扇 好 风扇是最后装的 先装散热器 然后再装风扇 我们来把这个第二个风扇也装上去 给你们看下效果 实际的效果 OK 首先呢 我们要在这里装上脚垫 非常厚的脚垫 好 好了 这样 你可以看到这边 空还是有空隙的 第二个风扇的这边是有空隙的 需要往后的脚垫 然后再装上脚垫 然后再装上脚垫 再装上脚垫 接下来给你们看一下这是这款散热器的待机温度 这款处理器是Core i7 11700K关闭FVX512指令机 而且还关闭了功耗限制 CPU待机温度30度左右 接下来这个是满转速1700转 单烤FPU最高温度84度 如果把转速降到1300转 温度就直接上到了91度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主要给大家看一下新款U12S的开箱 好的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